嗨各位我是Nick 先前呢我購買了OSMO Action的音頻轉接器 不過這一款音頻轉接器是副廠所推出的 也發生了一些災情 我是第一批購買的 他存在一些比較大的公差 所以我裝進去是接觸不良的 後來我聯繫了第三方的這個廠家呢 他們幫我進行換貨 那換貨之後呢也跟我確保 就是這個應該是OK的 那我後來實際收到這個第二批貨呢 雖然有改善 但是還是發生了一些 這個接觸不良的狀況 我也有拍攝這個影片上傳 當然最後 把中間的那個電片拔掉之後是可以用 不過呢他會變得非常的不穩定 而且我在使用的時候呢 常常可能因為運動攝影機嘛 比較輕巧 拿在手上可能會晃了晃去的 那就導致這個麥克風固定的這個 Type-C的這個連接孔 他會晃動 常常會把這個晃動的聲音 給收錄進去 你這樣是什麼意思 你看你把客廳完成怎麼樣了 什麼 變廢墟耶 對 變廢墟了 是不是都是你一樣的 對 怎麼如此呢 你看這個玩具這樣子誰要收 變廢墟了 你也知道變廢墟了 對 對 對 這個別人 你的膝蓋為什麼髒髒的 是不是剛剛去外面溜滑梯弄的 對啊 要擦乾淨嗎 好 等一下要擦乾淨嗎 不要 為什麼不要 我擦黑黑的 黑黑的會怎麼樣 不會怎麼樣 黑黑的看起來就醜醜的 你看 不會美 會啦 不會美 會啦 後來有非常熱心的網友告訴我說 網路上有一個賣家 賣的這個 音頻轉接器 不只價格蠻便宜的 在出貨之前 他還會先幫你做一個 測試 測試他的功能是不是 接觸是比較 完善的 本來因為在使用這個 音頻轉接器的過程 一波三折 所以我後來呢 並沒有打算再去 多做什麼 改善或處理 就是 這樣用吧 其實我也不常用外接麥克風 不過後來因為雙十一 有些免印或折扣 我就想說 好吧 買一個來試試看 說不定這一次可以完美適配 好啦 所以包裹就在這裡 這個就是 傳說中的 某拍賣上的那個 賣家賣的 他會幫你做測試 然後很多網友都給予好的評價說 這個是 可以完美適配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驗證看看他到底 是不是 真的如傳說中的 這麼完美 那我就先來把它打開吧 好了就是這個 那這個包裝 已經有先採過了 因為他會幫我們進行測試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打開了 那這款音頻轉接器 開箱呢 我先前也拍過了 這次就不再特別去介紹他 裡面的 開箱的部分 我就直接來試試看他的功能 是不是 可以很完美的 適配 好 拿出來 就在這裡 我傻眼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電片已經先幫我拆掉了 所以 他所說的 測試功能 OK 的意思是說 他能夠連接麥克風會有麥克風的icon 出現 而不是說他可以穩穩的 然後是一個原廠 標配的 我這個是沒有 沒有這個電片 所以如果我想要退換貨 可能也沒辦法 因為 我破壞過這個 產品了 我等一下得看一下他的那個 拍賣頁有沒有寫 他會把你這個移除掉 如果他沒有寫 他等於就欺騙我 他是有寫他會幫我進行測試 如果功能沒問題 才會發貨 那你不能把這個移除 你要附在裡面吧 我這裡面也沒有附啊 所以 他就直接把我拿走了 我覺得這個部分 蠻厚道 我覺得這個不太可行 就算他能弄 你也要把電片給我 額外 裝起來給我 因為那是我的東西 除非你的拍賣頁上有講清楚 好 沒關係 這個是體外化 我來試一下功能行不行 可其實我現在不想試了 為什麼 因為我原本 後來的那個 電片拔掉 接上去就可以了 天啊我現在心情 有點差 我發誓我以後真的不要再 拍這個的影片 天啊 我先把他接到我的那個 OSMO Action 接著我拿出這個小的麥克風 我把他接上去 OK 確實是 可以出來的 但是其實 就跟我原本 原本的是一樣 因為我原本就是 電片拆掉就可以了 而且 還是有點晃啊 對啊我覺得 好吧 anyway 就是我以為 他是有 電片的版本 然後可以完美的 連接 公差設計的 非常的 恰當 好啦我剛剛再去看一下他的 這個 拍賣的頁面 他確實 沒有寫 他是 怎麼 去做測試 也沒有寫 他會把這個 電片 做移除 所以 我剛剛找一下他沒有把 電片附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他這樣賣 是會 混淆一些消費者 因為其實第1批或第2批 你把電片移除 他就可以正常使用 可是我經過我個人的測試 電片移除之後你裝到麥克風 重量比較大 或者是 晃動比較劇烈化 其實這邊 他這個Type C 跟你機身連接這部分 其實還是 存在了一點點小距離 小公差 他還是會造成 一點點的這個震動 你可以看到這樣 這樣其實還是會動 所以這個麥克風震動聲音 是會被收入進去 但 可能有一些人 覺得 沒有那麼明顯 或者是 他們沒有這個狀況 但是我覺得 這個賣家這樣子 應該還是要跟消費者 講一下 那我今天原本以為我會買到超完美的這個 音頻轉換器 沒想到 他就只是把電片移除而已 我之後應該不會再拍這個 關於這個音頻轉接器的相關的測試 因為 已經非常灰心了 能這樣使用就已經心滿意意足了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非常到這裡啦 我是Nik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